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次其實有在台上有大家來講一下 其實我們得的是專輯的編曲 有一個講是編曲 然後這個編曲講就是其實我以前 在自己在做編曲的時候 都會一直很希望大家注意到我們做一些奇怪的闖思啊 或是我們做了一些什麼事情在這個音樂裡頭 然後這次真的有被聽見的感覺其實還滿好 然後也有覺得其實不只是 我在台上有說不只是編曲 就是在一張專輯裡頭從一開始的製作 又到最後企劃宣傳然後活動還有收編唱會的 每一個人參與都需要非常非常多的心思和時間 那這些東西累積而成才會出現我們這張專輯 才會出現現在的蘇達旅 所以其實這種這樣子的獎項其實應該是要給所有 就是有參與一張專輯的人 對 真的而且是太清楚的 就像我們今天進去講 可是接下來我們還是要練團 我們還是有音商的路 我們還是要練200多首歌 然後其實我們一直在挑戰自己 而且這些東西都是過去 過去我們整段時間的計劃 對 知道我為什麼要第一個Cue給家蓋了嗎 對 當然在台上面要讓他好好講 你看高高 因為他剛剛講得非常好 對 他講得非常好 而且 你可以重複重複 沒有辦法 他剛剛還先舉起了他的右手 所以我就先點頂他了 沒有我剛剛沒有 剛剛是他的手 對 沒有他剛剛頂了你一下 我就看你把右手拿拐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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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拐 然後我們有小小的我們的孩子們 就是陸陸續續的報告 然後讓我們真的是在13年之後 從一個 就從13年前的一個 應該算是涉事衛生的混小子 現在變成爸爸 然後就是會有一些很深的感觸 然後尤其是在今天晚上得到這麼多肯定的同時 我記得在後台的時候 有一個朋友跟我說 哇 你將來你的小孩子 他現在還不知道 但是如果他知道他爸爸 就是參加爸爸的樂團 然後他有拿過三次的最佳樂團 然後今天晚上得到這麼多講 一定很高興 但我想到的當下反而是 我希望他不要覺得這是一個障礙 因為這是一個 這我的是我 但你的 永遠還是你的 然後我覺得我們有下一代的 的包袱 會讓自己成長之外 也會讓自己在這個時刻更冷靜 然後回去思考說 我們要帶給下一代什麼東西 不管是體制上的改變 或者是音樂上面的改變 不知道要講什麼 因為大家都要講什麼 是 其實這一張東未老專輯 我們其實是結合了我們樂團跟交響樂 那其實在就是這樣子的合作裡頭 這已經不是阿董的第一次了 他在無語倫給美麗專輯 我們就已經嘗試了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慢慢慢慢磨練成 就是完成這一部史詩漫的劇作 然後這是阿董想要跟大家講的 就是他很開心 在這一張專輯裡頭 他能夠就是發揮他自己想要發揮的 一個長才 是 阿董要補充嗎 因為我剛剛看你把那個你的 拿了一大長 是不是有一些還沒念完 我剛好都分配 分配完了 然後我覺得 因為我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 因為就 在剛剛加入社長院的時候 我並不覺得會有這樣一天 會有一個 我所謂這樣一天 並不是會得到許多獎項的一天 可是 會有機會去跟管閒樂團合作的一天 因為呢 他本人以前也是有接過一些 拉長的case 然後 在那個case當中 我覺得 很多人都對我 是非常非常遙遠的 尤其是 主要的 表演者 但是對我來說 這簡直是一個 遙不可及的 也不能說夢想 是一個遙不可及的人物 然後再反過來看我們今天開場 然後我轉變成一個 怎麼講 主要的 角色 然後搭配了這麼大一個管閒樂 然後 我的矛盾的感覺是 當時我 我不曉得 在台上的其他人 有沒有跟我一樣 那是遙遠的感覺 可是 現在的我 覺得 因為我已經有這樣的經歷 所以呢 我才會覺得 我不應該把這個距離感 再帶到我現在的生活當中 所以 我很喜歡這一次 跟我們一起合作的五季樂團 然後他們 也給我學習了很多 就是剛好 就是 就讓我 讓我 就是 除了跟德國人 合作得很愉快之外 再看到台灣的一樂 有情形管閒樂的希望 就是很嚴肅的 然後 因為我很怕 我把話題帶得太嚴肅 所以 經由這一次的專輯 得到的 許多經驗 然後我都 非常珍惜 是 阿福呢 我覺得那個大哥都蠻累的 對啊 那我都 不好意思 我講得很無聊 不是 你應該講 關我講一個 我覺得樂團啊 因為這麼多樂團裡面 經濟獎並不是一個 競賽 那只是我們這一次的計畫 可能讓評審覺得 好像蠻突破自己的 被肯定住 隨便不是誰都好 誰都不好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所有努力 其實我們附近的人 都比我們 還在意這個獎項 對 然後 其實這些人 也跟我們一起奮鬥了很久 包括德國這個計畫 也是 很多人都很在意我 到底要心不辛苦 或怎麼樣 那其實這個獎項 就跟我在台上講的一樣 其實 不只是我們六本 一線的所有 對 而且這個獎項也是所有人 心血解禁 來 金鳳 嗯 我覺得 就是像我在台上講的 得獎 對我來講 最大的意義就是我可以 我可以好好的 在他們看得到的時候 好好感謝他們 那我覺得 這真的是我唯一 對這個獎項 有的感覺就是 滿滿的感謝 也很感謝 而且這個香檳 香苦 香檳是不會為難香檳 香檳是不會為難香檳